大家好,我是喜歡香草樂愛田園生活的尼克,在關小的影片之前,請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並按下小鈴鐺喔! 我今天要去台中拜訪我的農民好友,這個叫做林東農場,裡面有一個林東菇寮,我今天農場主人幫我採收了木耳,還有鮑魚菇,來看一下它怎麼採收的呢? 不是,因為我要找那個比較熟的,比較大的,那你回去齁,你回去把這個地桃剪掉好了,剪掉然後,那個,定個水 好,你要炒之前有沒有,先泡在水裡 對啊,這個有機會放出來 木耳要什麼條件,就是,濕度,濕度,濕度 然後,不太陽,沒太陽 不能有紙外線,有一點光 不能都沒光 加濕器在這裡 你本來想要把這個技術輸出齁 你說有機是什麼意思?這個,木耳怎麼怎麼 不是,我這個,我做的工廠是有機認證的 那他,他的,像不同東西的有機認證的那個難度,譬如說 牌可能是病蟲害的部分,要有機不容易 木耳是哪個地方要有機不容易 因為有機認證就是,可以整容,不能用濕用農藥 他會有,有點像,紋銀啊,有銀類啊 他會傳染他的紋喔 他會從這裡傳染幫助你 很多朋友都認識木耳 可是,欸,你看,這麼大,這麼大一朵 好漂亮喔 這是木耳,這是有機的木耳 哇,好美喔 然後聽說,那個陳大哥說要泡一下水 他這樣會比較Q,然後比較飽滿,水分多一點點 然後呢,鮑魚菇,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發現我自己給他Runch,說他像放大版的袖珍菇 他好大,像這麼大 欸,這個就是鮑魚菇耶 哇,我現在要馬上來品嘗看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歡迎你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一起享受香草與田園生活的美好 掰掰 會很喜歡你的頻道 會很長大,像我們有在一起 會很深密的融合 我只是氣得很喜歡你的 如果沒有我們的階段 都是有紀念頭 會很喜歡的 會很喜歡的 一定會很喜歡的 你起來會很喜歡的